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统计 台湾人一年胃药用量约22亿颗 胃亏养的人约占10% 而其中每4人就有一人有胃食道逆流情况 许多人把胃药当保健品吃 以为胃药温和无害 恕不知乱吃胃药反而会造成胃酸不足 影响正常的消化功能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 需要三分之七分养 今天就要告诉你 中医的养胃智慧与秘诀 为什么现代人容易胃不适 现代人文明病真的很多 像是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饮食不定食不定量 或者吃鲜难消化 具有刺激性的过冷过烫的食材 这些都容易造成我们胃不得不舒服 在中医的观点来看 这些寒冷的食物会造成我们的血液流动变缓慢 也会影响到我们消化系统的工作效率 胃寒的主要致病因素一般可以分为四个 第一个就是饮食 胃寒的患者都由于生冷的食物或者是冰水的刺激 会造成我们黏膜的刺激 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 常常不碍事吃饭 冷热交替进食 饱一顿饿一顿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我们的胃寒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精神因素 生活的节奏快 精神就太紧张 饮食不规律又加重促进我们胃寒的症状 第四点天气的原因 胃寒的患者多半会怕冷 然后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就经常性的胃痛腹痛腹泻的 日常中如何保养胃 要注意哪些生活习惯 除了定食尽量外 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油炸物 放松心情 维持良好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在中医的观点来看 它的病胃虽然在胃 但是跟我们的肝皮 想起其实相关的 在肝气郁节的情况下 会影响我们的胃气的顺降 进而影响我们的食欲 然后出现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的情况 那气至日常常这样的以后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医的状态 那医学内洁就导致我们的疼痛 就固定在一个地方 不会移动 那这个情况会造成它 反复残眠的不会愈合 淋调上的残缝多种阵型 其中以脾胃虚寒最为多减 要多吃什么食物才能养胃呢 这个药食同源的三药 被历代的医家很推崇 那再来就是秋葵 秋葵里面有很多的粘液 这些粘液是由各种营养物质组成的 适当的摄取一些秋葵 可以提高胃部的一些消化功能 再来就是我们的生姜 生姜在中药中常用饮治疗 我们的耳心耳突 对我们胃病患者很有帮助 那现代的药理研究 证明了姜能富含一些姜辣素 能够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末梢 来帮助我们的胃肠的蠕动 可以增加我们的唾液 胃液跟肠消化液的分泌 从而来来见脾胃增加我们的食欲 再来就是红枣 它的补血的效果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其实大枣就是我们说的红枣 它的功效远不止于这些 对我们的脾胃虚弱 倦怠无力 失眠多梦 或者是头昏眼花 心计都是一个调养的一个佳品 有一些从科学萃取的一些食材 像是我们的小麦生态 还有从海带跟褐色的藻类里面 萃取的一些核藻胶 它也是能够证明说 可以增加我们胃粘膜的修复 记得多吃养味的好食材 睡好多冻就能养好我们的铁味 胃不舒服 不要再乱吃胃药了 知名植物营养品牌 结合了东方养生智慧 与西方科学萃取 结合了小麦生态与荷藻糖胶 科学证实有效改善胃粘膜 并融入生姜、红枣 以传统汉方补皮胃、液气血 由内而外调理胃肠 学生攜带的设计包装 方便在忙碌的工作天当中饮用 从平日就能润养健康